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农历8月12 我是Patrick 我是小曼 很荣幸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的话题分别是 人在旅途 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 时事三人谈 往事如风 情感夜线 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 我是小主播西雅图少年说 这里是卡卡 西城美丽说 天方夜谭 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二的节目包括 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月韵畅谈 跟我学粤语 逸林漫画和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KKNWAM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根据菲律宾马尼拉市官员透露 在达沃国际机场 一架从马尼拉起飞的飞机上 有40名乘客的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呈阳性 达沃市市长杜特尔特周五表示 这些患者很有可能都是无症状的 因为在进入马尼拉机场时 他们会进行症状筛检 比如检查体温 据报道 这40位患者被立即送往 该市指定的新冠肺炎 转诊医院菲律宾南部医疗中心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局9月28日说 俄当天使用一枚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了第22颗卫星 其中包括三颗线10M通信卫星 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国防部新闻局 发表的新闻公报报道说 一枚联盟2.1B运载火箭 于莫斯科时间28日14时20分 从俄西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 普列歇斯克发射场发射升空 火箭载有三颗信10M通信卫星 和19颗微星卫星 目前所有卫星已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报道说这是俄罗斯今年首次使用 联盟2.1B运载火箭发射信10M卫星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28日表示 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官方死亡人数 可能低于真实的数字 目前全球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已经逼近100万人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汇总的数据 截止北京时间9月29日晚上6点23分 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了至少 99万9667人死亡 数据还显示 美国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至少有20万5024人死亡 巴西紧随其后 死亡14万1741人 印度其次 死亡9万5542人 不过世卫组织紧急情况计划执行主任 麦克瑞安28日表示 真实的感染和死亡数字可能被低估了 当地时间9月28日上午10时 华为公司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 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布列迭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 再次开庭 孟晚舟女士当天出庭 此案的审理目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孟晚舟的律师 以加美双方涉嫌程序滥用为申诉理由 要求法庭终止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本周以晴好天晴为主 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56度 涉氏13度 明天晴 最高气温华氏71度 涉氏22度 最低气温华氏56度 涉氏13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军方宣布 从周一开始在不同地点 同时举行五场军事演习 这是中国在最近两个月内第二次举行这类同时 在多个地点同时举行多场演习 最近几个月来 美中关系急剧恶化 双边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军事演习和各种军事活动大幅增加 该地区出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中国海事局官方网站发布的航行警告说 西沙群岛部分海域和东沙部分海域各进行一次军演 另外还在渤海北部进行一场演习 公告说 在黄海和东海会进行实弹射击 黄海的实弹射击会持续至9月30日 而其他三个海域的演习只进行一天 公告还说所有船只都不能在演习期间进入相关水域 这次军演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的国庆日到来之际 格外引人注目 路透社说 中共为了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定期举行军演是强健的动作 但是在同一时间进行多种演习的做法非常不寻常 上个月 中国在渤海、东海、黄海和南海也同时举行了一次军演 中国军事专家称 这种安排实属罕见 在上个月中国军队的演习中 美国的U-2侦察机直接飞入中国军演近飞区进行侦察活动 中国方面向美国提出了严正交涉 本月中旬美国副国务卿拉克齐访问台湾地区期间 中国大陆派出战斗机、轰炸机、核侦察机等数十架飞机接连越过台海中线进行骚扰和威慑 导致台海军事紧张程度陡然升高 台湾地区军方警告说 大陆方面的这种做法极易引起擦枪走火 除了台海以外 中国与南海主权争议的各方矛盾和摩擦也在进一步计划 本月早些时候 印度尼西亚巡逻船在与中国海巡船发生对峙 这艘中国海警船在印尼经济专属区转用了三天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在南海争议水域与中方船只发生纠纷 东盟与中国在南海主权问题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自食其言对南沙群岛实行军事化 称北京在该地区建立的设施是对周边国家胁迫的平台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访问白宫时承诺 南沙群岛不会进行军事化 奥古塔斯说 中国相反在这些争议地点展开疯狂的挑衅和军事化行动 奥塔古斯举例说 中国在那里部署反舰巡航导弹 提升侦察能力 修建飞机跑道 搭建喷气机战斗机机库 这位发言人指出中国把这些军事化设施作为胁迫平台 强化它对该水域的控制权 但是奥塔古斯也说 中国没有符合国际法的主权和依据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上周在联合国就南海主权争议发表演讲说 国际仲裁法院2016年就对南海主权纠纷做出了裁决 几乎否决了全面中国在这一段水域的九段线立场 这是杜特蒂在这个问题上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表达菲律宾的坚定立场 第75届联合国大会目前正在纽约召开 有关应该以合主名义努力进入联合国成为台湾政坛讨论的焦点 朝野立委也就此发表了不同看法 长期推动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台湾联合国协计会理事长徐醒哲 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 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是混淆视听的做法 也不可能达成 因为中华民国已经于1971年被逐出联合国 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徐醒哲还说 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是多数民众的期待 台湾联合国协计会将透过公投凝聚大家的共识 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正式的一员 此前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前青年团总团长林嘉兴 发起了一项名为CUCUN反联特工队的活动 希望透过募款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 让世界看到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的广告 但是因募款金额不到目标的2%而作罢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民进党立委蔡世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 最重要的是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 就落实面来看 以台湾名义新加入联合国难度相对较小 她说要重返的话 必须要联合国大会就这个议题重新修正 看起来似乎重返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新加入就是一个新的会员体加入 许多人主张新加入的原因是1971年的决议案 只有排除中华民国政权 但是并没有就台湾的部分进行讨论 蔡世英还指出 台湾如果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 一定会遭到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否决 如果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 应该难度比较低 也能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克拉夫特日前与台湾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李光章参许 这是台湾高级官员第一次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会面 克拉夫特会后告诉美联社 2400万台湾人民的声音需要被听见 他们正在被北京边缘化 他还说真的很遗憾 因为他们应该像其他所有人一样 能够参与联合国实务 显然我们确实是在推动他们重返联合国 另外一位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国民党立委马文军告诉美国之音 朝野政党都不会反对台湾参与联合国 不过在推动上依照宪法来处理最为妥当 先是国企的工作人员接种 然后是政府官员的疫苗制造企业的员工 接下来是教师超市员工和去国外高危地区旅行的人 尽管世界上还没有一种预防新冠病毒疫苗被证明有效 但这并没有阻止中国官员在传统检验程序之外 尝试让数万甚至数十万人接种疫苗 政府正在给其认为屁不可少的工作人员和许多其他人 包括制药公司自己的员工注射三种候选疫苗 官员们正在制定紧急使用方案 让更多的人接种疫苗 这相当于一场豪赌 即这些疫苗最终将被证明安全有效 中国这种急松松的做法令全球专家困惑 没有其他国家在常规药物试验程序之外 以如此之大的规模给人们注射未经检验的疫苗 候选疫苗目前正处于三期 也就是后期临床试验阶段 大多数试验在中国境外进行 参加试验者的情况受到密切的跟踪和观察 目前尚不清楚 中国是否对国内所有注射了疫苗的人 采取了类似的跟踪步骤 未经检验的疫苗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副作用 无效的疫苗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假的安全感 并助长可能导致更多的感染行为 疫苗的管范使用也提出了知情同意的问题 尤其是对中国疫苗生产商和国企员工来说 他们可能会有压力 不得不挽起袖子接种疫苗 这些企业已要求接种疫苗的人签署保命协议 不让他们与新闻媒体讨论此事 我对这些公司员工的担心是 他们可能很难拒绝接种 澳大利亚墨尔本多克儿童研究所的 儿科医生金姆·马尔霍兰说 他参加过许多疫苗试验的接管 包括一种新冠病毒密疗的实验 针对欧阳娜娜赴中高歌 我的祖国恐有处法疑虑 台湾文化部28日表示 目前由相关单位进行市政搜查 若有违法事实 由主管单位进行处理 依台湾两岸条例相关法律第90-2条规定 违反第33-1条第一项规定者 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并得案次连续处罚 台湾数日因多名在中国发展赚钱的艺人 参加被指是统战宣传表演的 是非争论不休 中国官方媒体鼓励欧阳娜娜等人不要害怕 因为台湾迟早会被统一 据上报今天相关报道说 欧阳娜娜登央视唱我的祖国 将挨罚 台湾文化部指 需待调查结果出炉 消息说 台湾艺人欧阳娜娜张绍涵 传将在十一国庆晚会上 与其他中港艺人合唱我的祖国等歌曲 对此 台湾文化部表示 目前由相关单位进行市政搜查 若确有违法事实 由主管单位进行处理 而若依据两岸条例规定 欧阳娜娜最重恐遭罚款50万元 台湾文化部表示 陆委会已将依法处理是否违反台湾地区 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依陆委会认定结果 如相关行为涉嫌违反文化部主管事项 文化部也将整合陆委会依法处理 文化部部长李永德 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有关单位仍在搜集证据 是否何处 仍需等待调查结果出炉 该报道称 关于调查进度 台湾文化部部长李永德指出 有关单位仍在搜集证据中 文化部需待调查结果出炉 才能判定是否有违反相关规定 至于欧阳娜娜举动是否有矮化我国疑虑 李永德则说 这部分将由全国人民共同评定 一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33-1条第一项规定 台湾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 非经该主管单位许可 不得为以下行为 一 与大陆地区党务军事行政 具政治性的机构团体 或涉及对台政治工作 影响国家安全或利益相关之机构 团体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 二 与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他机构 为涉及政治敏感性内容之合作行为 一同法第90-2条规定 违反第33-1第一项规定者 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并得暗次连续处罚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 现在通过电话和在线方式 为您提供求职和失业救济的一对一帮助 请通过访问www.spl.org slashyournextjob-zh 寻求中文帮助 我们无法回答有关以下 就业安全局提出的任何失业补助的问题 巨峰葡萄 中秋月饼上市了 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意 蔬菜水果 肉蛋海鲜 米面零食全都有 网上采购 不出门 新鲜送上门 美新 齐华 道乡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 猪山带鱼 鲜活波士顿龙虾 北京烤鸭 猫山王榴莲 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 更多选择 尽在无意 新用户首单力减10美元 上网搜索WEEE WEEE 或华人身心天一站 特价优惠天天有 赶快下单吧 Seattle House即将预售 临近Amazon Sphere 专设5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 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 请访问SeattleHouse.com 获致电206-535-8075 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Patrick 我是小曼 今天是2020年9月28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栏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计划 星期二抵达冯 梵蒂冈访问 计划 他将在此进行抨击中国迫害宗教自由行为 对梵蒂冈与中国即将续签主教任命协议表达不满 之前 蓬佩奥说 梵蒂冈如果续签这项协议 将会危及自身的道德权威 据报道 教宗方济各 将不与蓬佩奥会面 英国媒体卫报 星期二报道说 教宗方济各 以时间太接近美国大选为由 决定不在蓬佩奥访问 梵蒂冈期间与他会面 不过 卫报说 这个怠慢 可能与蓬佩奥最近批评 梵蒂冈淡化中国的人权记录有关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4日 在一份声明中说 蓬佩奥将在9月27日至10月2日 访问南欧期间 与梵蒂冈国务卿 书记主教罗林 以及罗马教廷 与各国关系部部长拉加格尔大主教 举行会谈 并计划 在一个以外交努力 促进与保护宗教自由的教廷 研讨会上演讲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巴雷特 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以填补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时留下的空缺 特朗普总统星期六下午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宣布了这项提名 他称赞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是一位拥有卓越智力和品格的女性 表示他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仔细研究了巴雷特的经历 特朗普对站在身边的巴雷特说 我寻找我进行了研究你十分突出的符合条件 特朗普并说这是我在大法官格萨奇和大法官卡瓦诺之后进行的第三次此类提名 的确是一个非常自豪的时刻 特朗普督促参议院迅速审议他的提名 避免进行个人和党派攻击 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已经暂时关闭了上万户北家居民的电力供应 以防止电力设备引发野火 因为加州正在准备应对潜在的强风和极端的火灾天气 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女发言人伦巴迪说 该公司星期天关闭了大约1.1万户用户的电力供应 这些客户大多在布特县地区 他说另外5.4万户用户可能在当天晚上晚些时候 因为天气炎热 干燥和大风而断电 另外16个县的居民可能会受到影响 伦巴迪说 关闭电力只是最后手段 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的气象学家 正在不断地评估和监测天气 电力关闭的同时 饱受火灾折磨的加州正准备迎接新一轮的炎热天气 可能会有强风导致电线电弧 并在胶干的干枯植被上引发新的大户 美军在印太地区举行两年一度的联合演习 显示多军种的协调并进行实弹射击 美国印太司令部宣布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的海军编队 会同美国空军陆战队和陆军派出的 11000多官兵和100架飞机 9月25日在菲律宾海完成了2020坚强盾牌联合演习 其中包括美国空军的F-22战斗机和B-1B远程战略轰炸机 美国印太司令部说 海军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在演习期间 对不同地区出现的目标进行跟踪定位 然后发动海空联合打击 打击群在此期间进行了几次多平台导弹发射 以提高美国前沿部队部署的综合反应能力 海军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 在演习中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 对岸上目标发动攻击 里根号航母的舰载飞机 以及其他作战舰艇和空军飞机 并对科赐号退役护卫舰舰把 进行实弹射击将其击沉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radiosheattle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radiosheattle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9月28日晚上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7147751人 死亡205062人 截止到9月27日晚上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 86638人 新增369人 死亡2100人 其中King County确诊人数为 22198人 死亡768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 11405人 死亡258人 Piers County确诊人数 7961人 死亡200人 Snow Homish County确诊人数 6920人 死亡212人 Spoken County确诊病例 6866人 死亡165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 4545人 死亡130人 Franklin County确诊人数 4297人 死亡66人 华诊人数 目前列全美国第25位 是逢台湾与蒙大拿州 缔结姐妹关系 35周年之际 驻西雅图办事处代表交通部 与美国蒙大拿州 签署驾照互惠协议 将自10月10日生下 驻西雅图办事处处长 曾国清与蒙大拿州 法务厅汽车监管局局长 贾西雅 完成签署驾照互惠协议 台湾是蒙大拿州 签署免事互换驾照协议的 第一个外国或地区政府 也是双方姐妹关系 35周年的一个重要突破 华盛顿州商务部今天宣布 由于新冠病毒COVID-19 出口和餐馆销售下降 贝类养殖者现在可获得 30万美元的补助 自1月份以来 本地和全球市场 对华盛顿降于世界的贝类需求 已急剧下降 一些养殖者报告 其收入比去年下降了80%到90% 华盛顿州是美国养殖 牡蜜和蛤蜊的主要生产州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 已授予华盛顿州商务部 第九年资金 以帮助该州小企业 通过出口发展 这比135万的赠款 是SBA州贸易保护计划的一部分 是对48个州总额为 1900万元中的最大一品 赠贷 新雅图临时警察局长 安德里安·迪亚兹 在整个城市遭受 周末暴力破坏之后 做出了改变 抗议者表达了 他们对布罗纳 泰勒案陪审团 裁决的愤怒和不同意 星期六晚上 示威者放火烧毁财产 并在国会山附近 进行袭击 抗议活动演变为 混乱和暴力 警方至少逮捕了十人 迪亚兹在一次采访中 告诉Como新闻 暴力必须停止 迪亚兹对电台说 这些要求变革的呼吁 被无情的暴力 混乱和非法的行为 所淹没 迪亚兹指出 他正与市 州和联邦领导人合作 追究肇事者 对暴力行为的责任 迪亚兹补充说 如果有人出去和平抗议 我们将帮助促进和平抗议 但是 如果他们要通过 这种混乱的局面 我们将解决这种混乱的局面 据报道 西雅图警察局计划 从本周开始进行人员变更 至少有100名警官 从其他部门 调动回巡逻团队 以减少911响应时间 他说 在接下来的三天内 我们将让巡逻人员 能够响应服务要求 迪亚兹代理局长 还呼吁社区提供帮助 他说 暴力必须停止 我们也需要 这个社区的每个成员 都要求达到这一目的 西雅图市长 珍妮德肯 在一份声明中 告诉Como新闻 他正在督促 抗议者 保持和平 防止引起火灾 并危及他人 并注意西雅图警察局的 驱散警告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 本周以晴好天气为主 今晚晴 最低气温 华氏56度 摄氏13度 明天晴 最高气温 华氏71度 摄氏22度 最低气温 华氏56度 摄氏13度 广告后请您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 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 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巨峰葡萄 中秋月饼上市了 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意 蔬菜水果 肉蛋海鲜 米面零食全都有 网上采购 不出门 新鲜送上门 美新 齐华 道乡村 中秋月饼选择多多 猪生带鱼 鲜活波士顿龙虾 北京烤鸭 猫山王榴莲 日本网红乐涛 芝士蛋糕等 更多选择 近在无意 新用户首单 力减10美元 上网搜索 WEEE WEEE 或华人身先第一站 特价优惠天天有 赶快下单吧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向您介绍娱乐新闻 9月28日 第32届电视剧飞天奖颁奖 河滨 秦海路 凭借秦满四合院 老酒馆 获得优秀男女演员奖 刘江 马继红 获优秀导演 和优秀编剧奖 大江大河 小欢喜 等16部优秀电视剧获奖 9月28日 有网友爆料 吴秀波在美国的豪宅 降价甩卖 9月初 售价为588万美元 和人民币405万 20天后 吴秀波将价格下调到 528万美金 人民币约3596万 降价400多万人民币 但依旧卖不出 9月28日 有网友在宁波一家酒吧 偶遇了赵薇 当天 赵薇穿着格子上衣 头发编成麻花扁 打扮十分低调 正在拍戏的赵薇显得表情严肃 一脸认真地盯着前方 进行指导 据粉丝透露 赵薇应该是在拍摄 《演员请就位2》的片子 9月28日 飞天奖颁奖礼举行 倪大宏受邀作为主持颁奖 然而有网友发现 倪大宏在台上神情恍惚 全程在搭档主持陈述的提醒下 完成主持 疑似身体不适 引网友担忧 一方面 NBA消息 北京时间9月27日 胡仁以117比107击败了绝金 总比分4比1晋级总决赛 胡仁自2010年以来首次晋级总决赛 勒布朗詹姆斯打出三双 贡献38分16个篮板和10次助攻 28日 热火以125比113击败凯尔特人 从而以4比2的总比分晋级总决赛 与胡仁会师 北京时间9月29日消息 据ESPN记者消息 李福斯不再担任快船队主教练 本赛季快船队在西部半决赛中 3比1领先决金的情况下 遭遇3比4大翻盘 随后李福斯更新了个人社交媒体 确认自己将离开快船 北京时间9月28日 NFL2020赛季第三周常规赛全面开战 西雅图海英主场38比31 战胜了达拉斯牛仔 海英队四分位拉塞尔·沃尔逊 再传出5G达阵传球 赛季前三场比赛 传出14G达阵 创下历史记录 北京时间9月29日凌晨3点 英国当地时间28日晚8点 2020-21赛季英超第三轮 一场焦点战在安弗尔德球场展开争夺 利欧普逐场3比1立刻阿森纳 拉卡泽特拔头筹 却连丢单刀 马内罗伯逊和新袁若塔先后进球 利欧普开计三连胜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财经方面 美国东部时间9月28日 截止收盘 倒值涨410.1点 报27584.06点 涨幅为1.15% 纳值涨203.97点 报11117.53点 涨幅为1.87% 标普500指数涨53.14点 报3351.60点 涨幅为1.61% 截止收盘 贵金属市场方面 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9% 报收于美昂斯1882.3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期货价格上涨0.9% 报收于每桶40.60美元 国际布伦特油价上涨1.2% 报收于每桶42.43美元 截止发稿 亚洲股市方面 户止报3217.53点 生成值报12760.93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1美元兑换6.8113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今日公布数据显示 8月份 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19.1% 延续稳定增长开始 从1到8月看 累计利润同比下降4.4% 新浪公司于当地时间周一宣布 同意以每股43.3美元的价格 被私有化 私有化报价就新浪 9月25日收盘价高出大约7.7% 近期凯撒娱乐正在就收购 英国博彩公司威廉希尔进行谈判 这笔交易对威廉希尔的公司的估值 为29亿英镑和37亿美元 显示出美国在线游戏和体育博彩领域的商机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小曼和Patrick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陈湘 路易 Sam 行文 John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人在旅途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叶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 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 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 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